在座的各位有谁的英语能说的比这位清朝公主还溜吗 为什么我们学了十多年的英格雷 过了那么多的课一开口却还是 对对对 一个中国学生的前二十几年几乎无法避开英语学习 即使毕业多年后你也不知道 死去多年的英语会以什么方式突然活过来 跳出来给你一下 我的课是英语 回头看看学英语到底给我们这几代人带来了什么 英语今后又将走向何方呢 小弟不才 今天就来给大家上一堂英语课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英语教育好像是非常现代化的产物 但其实往前追溯 大清会英语的人也不少 就比如开头那位 她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 还曾经为光绪皇帝不习英语 大清当年学英语的主流方法 咱们到现在都还在用着 那就是中文标注法 这本保存了160多年的英语课本上 从上到下分别标注着汉语 英语和汉语注音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看看当年的老课本 当时为了应付对外贸易的需求 很多商人和王公贵胄 都陷入了对英语的疯狂学习中 这本书放到今天 那就约等一个商务英语100句 这时有些饱受英语多大的人就要问了 那现在我们又没被知名也没被驻军 拼杀非得让所有人学习英语啊 现代英语真正进入我国的教育体系 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 中美关系破冰 英语在中国的地位也慢慢回升 1983年英语第一次进入高考 1993年人教版英语课本投入使用 李雷和韩美美也成为大多数中国人 科的第一对CP 他俩的对话在课本里占了不少篇幅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强调英语这门课的社交功能 话说当年老师为了锻炼我们的口语能力 总是让我们自编自导一些英语情景句 当年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学好英语 学校里电子词典和复读机几乎是人手一台 家长们满心以为他们的孩子英语成绩会就此一飞冲天 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英语单词没差多少 电子词典里的贪吃蛇倒是一玩一节课 英语词带也从来没听过 周杰伦的歌词反而倒背如流 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 出国度金外企进入中国成为当时的两大主旋律 但是想出国就得考托胡 考托胡就得考口语 想进入奇葩的外企口语也得过关 这怎么办呢 李扬带着他的疯狂英语来了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疯狂英语疯在哪里 可以这么说 故宫里头办讲座长城上面开培训课 已经是他最不疯狂的部分 后来他还将英语和爱国绑在一起 乍一看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但后来李扬在包头演讲时 让三千学生对他下跪 在武汉古洞女学生消化明智 让学生们喊口号 我说你们是神 因为我是神 现在看来 李扬的一场场培训 更像是包装成英语学习的传销讲座 手法也是老套的新山琴在卖书 早在1998年 疯狂英语为期一周的培训 每人就要八千块钱 这个价格别说当年 现在都让人害怕 当年余敏红的新东方 一个周末光报名费 就能收50到100万 银行的工作人员 每到周末 就直接开着武装押运车 来新东方的报名处 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 五国社会上 学习英语的热情达到顶峰 上至八旬老者 下至刚会说话的幼儿 都会来几句English 时至今日 我们早已对 遍地都是的英语培训班习以为常 我们从小补习英语 上大学补了四六级 考研考工也得报班 就算生了孩子 也没忘了给孩子 报个英语早上班 学英语似乎早就成了 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 但直到最近 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 你不需要最聪明的 但是你是第一波 干那个事情的人 你可以用英文 去掌握最先进的东西 至少了解它 全世界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 中国人的英语能力 仅排名49位 甚至低于韩国和印度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被英语支配 英语水平却只有这么点 这不对劲 数十不对劲啊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这时大家心里 大概都不约而同的 浮现出了同一个答案 应试教育 在一些英语熟练度 更高的国家里 英语往往是底层民众 改变家庭命运的工具 这里我真的没有再说三个呀 但是在印度 英语在政府机构的使用率 是70% 所有高校几乎全部使用英语教学 想要往上爬 你就必须会英语 而我国则情况不同 大多数民众不用英语 也能有很好的发展 除了一些外贸岗位 英语能力更像是一个敲门砖 用过就能扔了 所以现在将英语提出高考的言论 也一再被提起 但这其实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理解 国家让全民学英语的真正利益 看过我以前某篇视频的朋友 可能知道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前人往往已经告诉过你答案了 马克思曾说过 一门外语是人生之奋斗中的强大武器 作为一个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人 不会挤门外语看起来是真的不行 那么作为一个解放全人类的国家呢 清代闭关锁国带来的惨痛代价还历历在目 而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 世界上最新进的科学技术 几乎都是英语国家搞出来的 到现在国际上的学术论文 很大比例都还是用英语书写的 为了掌握这些技术 我们需要学习英语 这时英语本质上 其实是中国人民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的原因 很多人看到这里还是会说 我又当不成科学家 中国现在这么发达了 我是不是不需要学英语了 下面我们再聊聊 为什么得学英语 当然不是因为高考要考 如果你这么想 那也太小看我了 我们学好英语是为了更有底气的爱国 记得小时候 多少学不好英语的学渣都会说 那些英语成绩好的学生是卖国贼 我爱国 所以我不学英语 不瞒大家说 我也在这些人之列 但今天我做这期视频 是希望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人能明白 学好英语是为了让我们更有底气的爱国 现在不光技术论文是用英语写的 那些抹黑我们国家的言论也是用英语写的 我们的国家在外媒遭受无端的抨击抹黑 如果连英语都不会我们拿什么来反击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几百家之长的文化 中华文明想要进步就不能固步自封 不光是英语 法语 德语 日语 咱们一样都不能落下 最后引用周总理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我们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 一定能在本世纪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 到了那个时候 全世界都学中国话的时代 就会真正来临